全台有上万名纯恶劣或小耳症的 颅岩缺陷儿童 有公益团体统计 先天颅岩缺陷孩子的家长 高达八成以上 担忧孩子无法面对外界眼光 因此特别举办走秀活动 希望社会大众看见不一样的美丽 头上戴着法带亲切的与民众互动 她是患有崔契尔 柯林斯症候群和小耳症的 颅岩少女周婉伦 虽然不完美的外表曾让她饱受外界一样的眼光 但在走过风雨后自信成长 主动跟别人讲这件事情 就别人就会知道会认识 那不会有太多的一样眼光 而这位坚持生下兔唇宝宝的静静妈 一路上陪着孩子手术 并建立充满接纳与包容的成长环境 大概就是前一两个月吧 接下来说真的跟照顾一般小孩 没有真的到那么大的不同 根据卢惠夫卢岩基金会的调查 先天卢岩缺陷孩子的家长 有高达八成以上 担忧卢岩孩子无法面对外界的眼光 还有近五成的卢岩家长表示 孩子在学校曾遭受异样眼光 或是发生被排解状况 承受了许多心理压力 因此举办微笑天使自信走秀活动 希望社会大众能尊重不一样的生命 基金会表示台湾炉岩医疗技术精湛 孩子经过医疗跟一般人没两样 只要家长有充足的资讯 适当的资源 再加上家庭亲友陪伴 及心理的支持 先天如言缺损的孩子 也能顺利长大 记者为陈欣龙腿报道